本土疫情大爆發指揮官陳時中更鬆口追求清零已不可能 兩個月內將達到疫情高峰 總統蔡英文在臉書宣布減災是防疫目標 但日前政院又拋出新台灣模式 讓許多民眾看得不灑灑 強調防疫政策府院方向一致 尤其台灣疫苗施打率不斷提升 感染Omicron大多都是輕症甚至無症狀 與病毒共存已經成為許多國家的防疫方向 但是有了方向卻還等不到中央給配偷 動態式的管理我認為有起一個必要性 而不是非常均勵說一定要馬上清零 或者均勵說一定要馬上開放 我覺得直接就做這樣的政策宣示 我覺得就缺乏了彈性 中央慢慢拍防疫政策跟不上病毒傳播速度 確診數飆升 但居家照護下週才要開始試辦 停課標準相關指引中央沒統一 讓地方政府亂成一團 大概的匡列 而不是一味的全部開放或全部清零 那這個部分希望指揮中心可以定一個標準 讓全國有一個依據可選 我們不希望總統府跟總統官邸 成為民進黨派系的會議或者指揮中心 部門民進黨防疫策略只會發明新名詞 毫無實質作為疫情再度成為藍綠攻防戰場 我也是為葉秉潔另外一太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華語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